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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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童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是由連休閒連講師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童心 大家有安 有安 趙立要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聽不懂閩南話的 都聽得懂 每個都聽得懂 我看後面有一些年輕人你們也聽得懂嗎 所以可以從頭到尾都講閩南話嗎 可以 可是我不行 你們可以 我不行 我是台灣人 我自六歲之前在家裡 都跟爸爸媽媽都是說台語 雖然跟國小一年級 我也沒什麼了解為什麼不能說台語 說台語就要去打 說台語就要去打發錢 過一段時間 過一段時間就開始都講北洋話了 說到最後就慣勢了 我剛才日本回來 剛才10晚上就有飛人機 再去跟一些東西去開港 我就在那很感慨 真的很感慨 感慨什麼 我們本來 我們本來應該是都說日本話 我們應該都不會說北洋話 我們應該 應該都不會講北京話 我們應該都是講日本話 在我阿公阿嬤 那時候不是都說日本話嗎 連我長男爸都跟我說他是日本人 他不是台灣人 他沒有聽過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他就已經過世了 不過我 剛才我們太太結婚的時候 他都跟我說他是日本人 他不是台灣人 我聽不懂 我都跟我說我們長男爸 是不是 日本的餐廳吃太多了 他有一些讀書 他說他讀到國中一年級 都讀日本主 他最愛去日本企業 大家來台北辦 辦賠償 我帶他去辦 去外交部去辦的時候 都在說那就是萬年的老賊 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這真的很悲哀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你想想看 我們以前常常看到說 有一些武林高手 他打敗了 他為了要報復那個 打敗他的人 他去偷他的兒子來養 對不對 養到長大20歲以後 把他教很多很好的功夫 然後跟他講說你的仇人 就是某某某 那個某某某其實是他親生父親 他就一直把他親生父親 當做仇人 一輩子想要 他可能一輩子的使命 10年20年都要把他親生父親殺掉 要報仇 這你剛剛看到了老梗嗎 我們現在台灣就是這樣子 不是嗎 我們的年輕人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一直覺得說 對日抗戰八年 日本人打敗了我們 所以我們要報仇 日本永遠是我們的敵人 不是嗎 70年 69年 這也是啦 我說這69年來 69年來 在學校學的教科書 有教你日本歷史嗎 有教你日本地理嗎 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說 台灣整個島鏈是大日本帝國的島鏈 也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 在16世紀 在16世紀 荷蘭人西班牙人 發現佛摩莎 發現台灣的時候 看到台灣 好漂亮的領土 好美麗的島嶼 哇整個島上都是梅花路 四五百年前喔 一看到 看到整個島上都是梅花路 荷蘭很冷 冬天很冷 他們想要梅花路當他們的大衣 所以呢 他就去找明朝 那個人是明朝 四百多年前 去找他們的地方觀 台灣很漂亮的 島上很多梅花路 還有很多甘蔗 那時候在歐洲 蔗糖比黃金還貴 我這樣可以 在你們台灣補梅花路 種蔗糖 我給你 我們進貢給你 你怎樣明朝的地方觀怎麼跟他講 16世紀喔 沒錯 他說那裡又不貴我管 那我可以在那邊種梅花路 他不是耶 那裡好像有人管 是誰 日本的幕府將軍 為什麼後來 台灣的日本人 全部都撤出回到日本 因為那時候日本發布禁海令 所以你如果從16世紀 你去16世紀去談的時候 你會看到最早 日本剛進來的時候 也不是他只是在台灣做貿易而已 但是台灣那時候有一個王朝 各位如果去查歷史就會知道 大渡王朝 各位有聽過嗎 台灣有一個大渡王 台灣真正的國王 叫大渡王在台中 荷蘭人西班牙人進來的時候 大渡王跟他們達成貿易協定 正成功進來的時候 大渡王跟他打得很慘烈 所以甚至 整個大渡王朝都快滅了 正成功進來的時候變得更多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經常 我們都聽到說 我們歷書老師都說我們台灣人 要怎樣 愛錢 怕死 要做官 那不是啦 那是中國人 在大渡王朝的時候 我們都說到台灣人 西班牙人說到台灣人說什麼 鐵鉤掛菜刀 真的 所以我們一根竹竿掛著一根菜刀 就跟他們戰了 很驍勇善戰 所以日本人進來的時候 日本人進來 可以先給他們看 17世紀他們畫的地圖 日本人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 跟清朝交給我們的東西都不一樣 清朝說 那整個 整個台灣都割讓給我們 各位這三天來 各位上過很多的課程對不對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做一下總則 你讓各位知道 你們一定要很了解 我們我們從出去以後 初級班上完出去以後 我們不再談那個政治台灣 我們不再談情感台灣 我們跟人家講道理 我們講法理的台灣 那你講法理的台灣 很抱歉各位 你要出去的是面對一群 患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 年輕人 中年人 為什麼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 你先看看 1895年 滿清割讓給日本 是這個台灣 你覺得這是台灣嗎 半個台灣 所以為什麼 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 這個時候台灣是滿清的殖民地 而不是滿清的領土 殖民地跟領土有什麼差別 對 各位很清楚 我們這次去 再把英文唸好一點 我這次出去很有機會 剛好跟一些義大利人 加納人 美國人 加拿大一堆 有黑人 有白人 不好意思 剛才說一些言語 所以就開始跟他們溝通 我從第二次世界戰開始講 他們聽完以後說 真的跟我們唸的書是一樣的 我說台灣人都不知道 台灣的年輕人都不知道 台灣的年輕人都認為 10月25號是台灣光復節 台灣的年輕人都覺得 七七盧溝橋事變 是對日抗爭的開始 我請教一下各位 七七盧溝橋事變 是誰跟日本宣戰 蔣中正嗎 不是啦 是林森 那時候 中國的林森 跟日本宣戰 他那時候是主席 才可以跟日本宣戰 可是那個時候 在那個當下 很多中國人 四億中國人都搞不清楚 誰要打誰 誰跟誰打 我們要打誰 我們跟誰宣戰 他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中國有四個政府 跟各位報告 一個是林森 國民黨的政府 對日宣戰 一個是毛澤東的政府 也是對日宣戰 一個是汪精衛的政府 對美國宣戰 一個是滿洲國 對美國宣戰 一個中國 四個政府 兩個對美國宣戰 兩個對日本宣戰 中國人誰要 他們要去打誰 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昨天有上徐克林老師的課對不對 知道我們是誰的祖先了對不對 到底是 中國人是雜種 還是我們是雜種 為什麼 我們從哪裡來的 M174路線對不對 我們從非洲那裡過來的 所以我們比韓國跟日本 都更早 在這個土地上 所以我們是M174路線過來的 然後再傳到韓國 傳到日本 再最後傳到中國 中國在五族共融 所以中國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再跟各位報告 中國其實早就已經清楚知道 台灣不是他的 中國總理 中國的總書記習近平 前年跑到日本 他去找日本天皇 他找日本天皇說什麼 我們現在中國富起來了 我們有錢的 所以呢 我們很想要台灣這塊土地 因為他們都講北京話 所以我想要跟你買台灣 你知道日本天皇怎麼回答他 我們從來不賣土地 我們幹嘛要賣土地 各位都上課上得很清楚 所以你們就很清楚知道 中國人早就清楚知道 台灣不是他的 只有台灣人自己不知道 我們是誰的 我們也不清楚知道 我們為什麼講日本話 我們為什麼我們的歷史 一直被淹滅 一直被掩蓋 所以各位現在很辛苦 你們開始了解正確歷史 要對我剛剛講到 要對一群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要去跟他們講 各位知道什麼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嗎 好 沒關係 我告訴大家 有一個小朋友 他被綁架 在瑞典 他被綁架了之後 被那個綁架他的人養大 養大之後 因為都不認識任何人 從小被綁架在那裡 所以他就跟那個綁架他的人結婚 生了小孩 最後他告訴警察 當他被警察找到 他說這是我的老公 他是好人 他已經完全不知道說他綁架他 所以他從小就任賊做父 綁架他的人 然後甚至為他生了小孩 所以到最後警察抓到他說 你自由了 他說我不要自由 我要繼續跟我老公在一起 他是愛我的 我不要自由 你們現在出去外面跟所有的台灣人講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跟他講 你自由了 你可以脫離政治聯誼 他跟你講我不要自由 我要當中國人 那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屬於誰 他也完全不知道 他 我跟太多人談過了 他們願意 就持續的 讓中華民國管 讓台灣的法理地位 永遠沒有辦法正常化 殖民地跟領土的分別在哪裡 各位知道了嗎 再跟各位提醒一次 這個叫殖民地 殖民地呢 將意大利對索馬利亞 要脫離 意大利政府宣布放棄 對索馬利亞的right跟title 對他們的權利 跟他們的那個名稱 把它放棄掉 所以索馬利亞就可以脫離意大利 可以獨立 因為他是他的殖民地 那請問一下 台灣可以用這樣子 放棄title跟right 就脫離日本天皇嗎 我講的是日本天皇 為什麼不行 好 他背的非常的熟悉 我們台灣年輕人要開始了解正確的歷史 當初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沒有辦法 我們是戰敗國 昨天潘優謙潘老師跟各位講 各位有看到 我們那個老伯伯很可愛 有看到嗎 還記得嗎 誰跟我們打的 日本 我們台灣是誰的 日本 日本來打台灣 台灣是日本的 這邏輯很奇怪 台灣是日本的 日本人來打 第二次世界大戰誰打我們 日本 美國在幹嘛 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都醒過來了 你們醒過來了 但是很多人沒有醒過來 所以慢慢你們要去了解 我們要用方法 做事情做任何事情 送給各位六個字 找方法 不找借口 七個字 找方法不找借口 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有方法 你要不要學而已 像我媽媽以前 我跟她溝通有點困難 因為我媽媽的口才比我好 我是她訓練出來 債夫跟土地下土地下 可能哪有可能贏過債夫 她教我辯論 教我朗讀 教我演講 我媽媽在廣播電台當節目主持人 所以我說不會過她 我說不會過她 我有事情要跟她說要怎樣 我有事情要跟她講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譬如說我要結婚 還是怎樣 她說這個媳婦不好 跟我說一堆 門不當戶不對 跟我說一堆 我要說給她 她說她的好處 我講一句 結果她講了十句 我怎麼跟她講 找方法 沒錯 我就卡電給我朋友 我卡電給你 你什麼都不要說 我卡電給你 不然我會浪費我的電話錢 我會繼續說 你就不要管 我會打給他 我跟妳講 我們他就怎樣 他家裡怎麼樣 他很受尊重 他做了哪多好事 他怎麼樣 我又不是在跟我媽講 我在跟我朋友講 我朋友電話已經掛斷了 他從頭到尾 原來他是這種人 原來我五歲了 他沒有辦法反駁我 為什麼 因為我又不是在跟你講 我也不是跟你講 可是他有沒有在聽 有 他每一句話都聽進去了 聽完以後 有留個面子 留個退路給他 就過了幾天再跟他講說 我決定要跟他結婚 他不反對了 為什麼 他已經知道他的好了 對不對 可是他聽不到的時候 他只會看到阿門不當戶不對 我們是大戶人家 他是小家碧玉 講了一大堆 所以我們要的是他的取妻取得 他的賢良俗德 所以這個時候用方法 不要找藉口 你難道跟他幹嗎 你跟你的長輩幹嗎 我們常常在講 我常常在講說 孝順孝順 除了孝之外還要什麼 很多說爸爸我是為你好 所以你不能抽菸 不准怎麼樣 不准怎麼樣 結果你把他生活樂趣完全剝奪 我就跟他純吃婚這個幸福而已 你不叫我吃婚 那我每次媽媽也要做什麼 不知道要幹嘛 萬一他就養成別的壞習慣 用方法 對不對 一期婚吃得少 還是會有很多的方式 找方法不要找藉口 我這樣講好像很多人認同 我看台下就有那個老公對著老婆 這樣開始點頭了 我常常在外面 在台北很多地方演講 我們常常在處理夫妻之間的關係 然後父子之間 母子之間的關係 我如果自己不會處理 我怎麼去教人家 我開一家器官公司 如果我的經驗不夠豐富 我怎麼教人家 所以什麼疑難雜症 我們專門在處理事情 所以我們處理事情 不處理情緒 可是很多人會告訴你 我就是沒想要聽 我就是中國人 你什麼都要跟我說 我就是愛中國 你知道中國人在國外 在世界各國 他們的行為習慣 讓人家覺得很難改 你知道嗎 甚至有的人問中國說 什麼時候 中國人 我們問中國人 你們什麼時候才可以 像日本人一樣 有良好的行為規範 他說 他比這樣子 我想三位數 一百年 不是 他比這樣什麼字 你知道嗎 他說三個字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像日本人一樣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早期七十幾年以前 夜不庇護 路不時宜 受日本的教育 你知道現在很多的日本人 看到台灣人現在這樣子 很替台灣人可惜 通常都是這樣 好的要學很久 壞的一下就學會了 所以我問各位 男人有錢就變壞對不對 男人有錢就變壞對不對 大家都點頭 女人變壞就有錢對不對 大家都點頭 這就是觀念 所以你就會開始學 中國給你很多的文字的陷阱 開始學很多文字的陷阱 會告訴你很多 投機取消的方式 變通的方式 為什麼日本 我們到東京剛回來 日本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東京住了一千三百萬人 這麼井然有序 不用交通警察在路上 我們台灣有多少義交啊 還有交通警察 他們沒有交通警察 我們在那邊那幾天 通通沒有看到交通警察 真的沒有 他們的路呢 每一條高速公路都做得又 剛剛好 那個每一個車的駕駛的技術都很好 就是不會像台灣的那個 每一個間距比較寬 每一個間距比較寬 大家還一天到晚插撞 大家誰都不讓誰嘛 他們都很守規矩的在走 而且日本人他們通常有一個道德的約束力 整個社會用道德去約束他 所以他們不會投機取巧 好還是不好 各位自己慢慢去了解 我告訴各位像我們去日本 他就有做一個優惠活動 我們那時候去看嘛 就在旁邊東京洞旁邊 他說累積五個印花 累積五個印花你可以折價一百塊 聽了很高興嘛 我就趕快去累積五個印花 然後我買一個東西兩百多塊 兩百多塊我想說扣掉250塊好了 扣掉一百塊 是不是給他一百五十塊 我拿一百五十塊跟那張折價券給他 他跟我講 因為我不會講日文 我說什麼 我就看著老半天 他問我說身上有沒有零錢 我說有 我就拿出零錢 他就跟我拿一百塊過去 我就愣在那裡 不是有折價一百塊 有有有有折價一百塊 我說你為什麼跟我拿兩百五十塊 他說等一下 他收進來把錢放到收音機裡面 然後說這個折價券折一百塊 然後把他劃掉一百塊 再從裡面拿一百塊出來給我 他說你不是脫褲子放屁嗎 多此一舉他說公司規定 我們一定要A B C D E 我要跟你收250塊 拿了你的折價券 再還給你一百塊 我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我沒有這樣做出事情我負責 如果我這樣做出事情公司負責 搜狗在日本很大 搜狗倒閉了各位知道嗎 在日本 在台灣搜狗越來越大對不對 海外的搜狗很大 可是在日本的搜狗他已經倒閉了 他們跟公司都共融 所有的搜狗小姐 在最後一天公司要倒閉的時候 還死守在崗位上面 跟所有的客人鞠躬 再拉下來 第二天就不會再開門了 他們還一直在鞠躬 然後大家眼淚都掉下來 沒有人抗爭 台灣如果今天要開店 今天誰要插你 誰理你 這是真的 這都我們在日本看到的 很震撼的一些事情 台灣人已經不會了 早就忘記了 台灣的教授 台灣的教授到日本去考察 到日本東京大學去考察 這是真實的事情 他到日本東京大學考察 日本的東京大學想說 台灣來的教授 派東京大學裡面的台灣教授 過來招待他 所以他到了成田機場 台灣的教授開著豪華的房車去接他 東京大學的台灣教授 他就是在日本 日本的台灣教授 來接台灣的台灣教授 各位了解 他開車去駛市區 台灣的大學教授就問他 聽說東京 騎車很不方便 不是要有車位才可以買車 他說對啊對啊對啊 這很簡單啊 我們先做一個車位 才來買車 買車後把車位退掉 就可以開車 他說這麼簡單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台灣教授學會了 他坐著豪華房車去東京考察了五天 第二年一樣的時間 可是台灣教授剛好回來台灣 所以東京大學派著日本的教授 這次沒有在成年機場 他又在東京車站 那個教授 好不容易搬車 跟東京車站 看到日本教授 他要是去嘛 你好 他就說 你有開車嗎 他問東京大學的時候 他說我沒有開車 他說有什麼 他說東京一定要有車位才能買車 我幫你開 好啊 久年齁 我們台灣的教授跟我教 你先做一個車位 才來買車 買車完把車位退掉 你就能開車 這樣應該 我教你一個很新的資訊 你應該很高興對不對 東京大學的教授 給他一個衛生眼 就給他一個白眼 什麼話都不講 過了一下跟他講說 我媽媽住在房間 我可以在房間買一台車 才來東京開不可以 規定就是規定 法律就是法律 我們為什麼要違背法律 所以你可以看一千三百萬的人的都市 路上沒有垃圾 就跟我們早期日劇時代一樣 日本統治我們的時代一樣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的時代一樣 路上都沒有垃圾 昨天徐老師有給你看日劇時代的照片 就這麼的乾淨這麼的整齊 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守規矩 也都是唯一的規矩 就這樣A B C D E 大家都很輕鬆 難道日本人都很笨嗎 他們很聰明 諾貝爾講很多 他們最近在發展一本 你可以去看一本書叫學習革命 他們每年都在做一個創新的 大家怎麼樣 因為每一班每一班都有程度比較好 程度比較不好 從小比較學的 甚至智商都有高低 他們在協同學習 我怎麼樣一起學習 讓程度好程度低的 程度好的人在班上都不會覺得說 他不會覺得 這個老師教的我都不會 不是我都會了 程度不好的人也不會覺得 老師教的太難了 他們可以這樣協同學習 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這樣子協同學習 大家的學習力都提升了 台灣呢 台灣的教育改革 我跟各位講很有趣的事情 台灣的教育改革 所有的老師講說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減少補習班的數量 20年前教育改革到現在 要減少補習班的數量 20年前補習班大概2萬加 請問一下各位 猜猜看 現在補習班是比以前少還比以前多 越改越多 有一個建宗的學生 他要去應徵台灣大學的醫學系 推薦真事推薦 他到了教授的面前 教授給他口試 教授問他說 當醫生難免會有措手 如果失敗了 等一下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失敗的經驗 你怎麼去克服的 建宗的學生跟他講 我有失敗的經驗 我們高中一年級 我們學校有 我們班上有一個合唱團 這個合唱團 我們參加比賽 那是拿到第一名 第二年我們鬆懈學習 結果沒有得到名次 第三年我們捲土重來 更認真練習 我沒有拿到冠軍 你有這個失敗為成功之母的經驗 所以你知道說 開錯刀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要承認錯誤 將來才會更好對不對 建宗出去了 換一個北一女的進來 北一女的呢 他也一樣問他說 你如果開錯刀怎麼辦 你要念醫學系 如果開錯刀怎麼辦 你有沒有失敗的經驗 他說有 我們班組了一個合唱團 一年級的時候我們拿到第一名 二年級的時候 我們不小心沒有拿到名次 第三年我們更努力 我們拿到第一名 教授在說怎麼 聽起來耳熟耳熟 很熟 你說你敢認識嗎 某某某 剛才剛出去了呢 不認識啊 你如果說的 失敗經驗都一模一模 整個臉書都紅了 整個北一女的馬上臉紅了 他說你為什麼臉這麼紅 他說沒有那是補習班教的 補習班教的 連去應徵都要補習班教 然後讓這些貧富差距更嚴重 我女兒唸大學四年級了 她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女兒在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她那時候整個去推徵 是北中南在跑 教一本這麼厚的報告 那普通人可以做嗎 從小要寫自傳 小時候當廁所鼓掌都要寫 這叫推徵 現在中華民國的教育改革 所以我可以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是有目的的 把臺灣人越教越笨 他是有目的的把臺灣人越教越笨 我拉離大家講那麼多 只是讓各位 因為最後一堂課各位真的很辛苦 讓各位這三天下來 我們的ending我們要記得 要開始學會思考 我們在國外上課 沒有標準答案說真的 上任何課我很記得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跟兩個教授 臺灣的教授一舉一上課 我們那個課程本來就是在體驗的 我們上15天的課程 15天 每一個人上一本厚厚的教材 每一個人上的進度通通不一樣 我發覺那兩個臺灣教授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他們也跟我一樣 也自己有教育訓練的一個部門 他們在背那本書 各位記得葵花寶典嗎 後來人家再講說打開來 要預練成功 要先自公 若以自公未必成功 如果你已經自公也不一定會成功 他就想要把那本書背熟 結果背到最後一頁 然後到最後一頁 那教材上面寫著 這個教材僅供參考 你可以把它全部丟掉 真的啊 我們的教材是體驗式的學習 他們為了要拿證書 台灣人很喜歡拿證書 我們要求的是 你在這裡面實作裡面 你學到了多少東西 你經驗了多少 你經驗的是文字跟語言 還是你親身的體驗 我們常常在講跌倒跌倒跌倒 人生都會跌倒 你可以看到別人跌倒 自己就知道不會跌倒了嗎 你知道他跌倒有多痛嗎 不知道 除非你一模一樣的方式 而且要時間年齡先生 我們昨天去日本團 有一個老先生在拿著拐杖 他爬樓梯一不小心整個 倒宅充得到地上 手馬上流血 你知道他的痛嗎 問題是你要跟他一樣年紀 一樣體重 一樣的方式跌倒 你才能夠感同身受 所以我不太在講感同身受 所有的經驗是你的經驗 我今天這樣講 每個人體會到的不一樣 每個人聽到的 老師講的故事也不一樣 你們現在開始在蓋你們自己的 講到這個 蓋你們自己的城堡 我要講一個故事跟各位 讓各位去清楚 有一個台灣很有名的建築師 木工非常的好 他的手藝非常好 國寶級的 他要退休 他要退休了 他本來今年7月要退休 老闆拜託他延後退休一年 他說為什麼我已經要退休了 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他說請你再幫我蓋一棟房子 幫我蓋一棟就好了 那個老闆已經做三四十年了 老闆我這樣要求他 好啦我再幫你蓋一棟 他說真的請你幫我蓋好這一棟 務必幫我蓋好 可是他已經沒有新了 他以前的作品都可以當作藝術經典 可是他蓋最後一棟房子 想要退休 他以前有一棟房子 有一些房子他如果蓋不好 他可能兩年三年都蓋得好 蓋得完美 結果他那個很清菜 蓋得很快 反正不倒就好了 半年就蓋好了 他老闆說我蓋好了 我可以退休了嗎 我已經交建了 老闆就跟他講 我真的就很感激你這輩子 這樣犧牲奉獻 這個土地全壯我已經過戶到你下面了 什麼東西都過戶給你的 稅金都幫你夾好了 這棟房子送給你 他聽一下這棟房子 這間房子要送我嗎 我自己的房子呢 你怎麼不早點講要送給我 你如果早點講要送給我 我五年我也把它蓋好 我五年認真蓋我都要把它蓋好 我自己要住的房子 最後一個他卻沒有堅持下去 我們現在開始在這裡 你醒過來 你要記得常常回到州裡面 你要記得每天要看台灣戰爭史 你要記得把新台灣人毒手 你開始蓋你自己的房子 開始在建造我們自己的 日本天皇擁有的台灣 為什麼是日本天皇擁有的台灣 為什麼台獨他們會一直講台灣獨立 為什麼很多人很多的教義 很多的教派 為什麼在世界走不通 我們會接受 我們上了很多的課程我們會接受 最主要是因為 它本來就是對的 我再請教各位 每次上課都會問各位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把事情做對嘛 那開始就要做 做得好這樣對不對 錯 你說把事情做對 中華民國說要叫你交稅你就交稅 叫你做兵你就做兵 把事情做對嘛 你不知道你其實今天不用搞稅 今天不用做兵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我請問一下 如果一剛開始就錯了 它違反國際法 違反萬國公法 一剛開始就錯了 到最後變成對的嗎 所以昨天他們在問我們 我們又跟他講 Chinese Taipei 你們現在知道台灣對不對 台灣 means Chinese Taipei Right? No 台灣 means Chinese Taipei Do you know the correct Chinese Taipei 你知不知道正確的 Chinese Taipei要怎麼講 我跟他講 Chinese exact government in Taipei Chinese exact government in Taipei Chinese exact government in Taipei Why 我說這是奧運代表隊 中華隊的正式名稱 中華台北隊 不能用中華民國的國旗 只能帶一個奧運的會旗 不能說我們是台灣隊 只能說中華台北隊 為什麼? 其實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講台灣隊 因為台灣現在沒有正確的法理地位 所以再怎麼樣也是中華台北隊 好我請教一下各位 流亡政府 到底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我們字面解釋 流亡政府是流亡 流亡的政府才叫流亡政府對不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戰 軸心國是哪幾個國家 軸心國 軸心國怎麼會是美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軸心國 同盟國咧 反他們的都是同盟國 反德國義大利跟日本的都是同盟國 好軸心國德國義大利跟日本 德國很強對不對 德國打敗很多國家對不對 有沒有打敗波蘭 有沒有打敗法國 都打敗了嗎 所以 所以 德國 打敗了波蘭打敗了法國 波蘭就成立了流亡政府 法國也成立流亡政府 請問一下他們的流亡政府在哪裡 先簽到哪裡 各位知道嗎 上過了嗎 倫敦 上過了 法國流亡政府到倫敦 然後波蘭流亡政府也到倫敦 那英國政府在哪裡 倫敦 奇怪 為什麼法國跟波蘭都要跑到英國 為什麼 為什麼 請問一下為什麼法國跟波蘭都要跑到英國 沒有地方嗎 為什麼流亡政府不要跑到美國 第一個最近 第二個 隔著英吉利海峽 英國又 那時候一直在跟德國站又有美國的幫忙 所以他們看英國蠻安全的 所以法國流亡政府跑到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跑到倫敦 現在開始要選波蘭的臨時總理 我們會不會叫所有的倫敦市民一起來投票 幫我們選波蘭流亡臨時政府的總理會不會 不會 法國流亡政府要選總理會不會叫波蘭的跟英國一起來投票 波蘭跟法國在那邊待久了會不會說我已經待很久 像西當流亡政府在印度很久了 待很久了 既然我們已經待這麼久了 你就分一塊土地給我們 英國把倫敦分成三塊 一塊給我德國一塊給我波蘭 可以嗎 不行 流亡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合法 回到他原來的地方 看到你台灣有救了 回到他原來的地方 流亡政府要合法就回到他原來的地方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他要怎麼樣才能合法 不用回到南京現在要回到北京 去回到中南海 把習近平打敗了就贏了對不對 所以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嗎 絕對不行 中華民國在台灣 300年之後500年之後 他一直騙我們一直騙我們 騙到後來我們還是不合法 我們還是沒有任何正常的國際地位 台灣沒有任何正常的國際地位 台灣的地位正常化第一個 就是美國完全實施軍事佔領 中華民國離開台灣 台灣開始邁向第一個 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因為美國總統開始實施萬國公法 我們也要蠻感謝馬英九的 雖然一天到晚在罵他 學歷不好 他其實都是保送生的 雖然一天到晚罵他 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對的事情 就是跟中國走得很近 犯了美國的大忌 他跟中國走很近 美國開始 美國當初會派蔣介石來台灣 為什麼 美國當初會派蔣介石 因為中國已經被毛澤東統治了 中國已經赤化 他們講赤化被共產黨統治 所以他們很害怕 害怕台灣這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們其實全世界各國真的很在乎台灣 我們剛開始我也想不清楚 為什麼他們那麼在乎我們台灣 因為台灣海峽 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 因為台灣整個是要把中國包圍起來 你們來上高級班 就會告訴你們中國的國情報告 我們是整個在包圍中國的一個島鏈之一 也就是因為台灣的地理很重要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派著關東軍 第十方面軍 最強的軍隊來守護台灣 美國那時候跟蔣介石口水吃太多了 所以他們也開始 蔣介石都說轉進轉進 怕輸招贏 其實是怕輸 不過每次都轉進 所以我從南京轉進到重慶 從進轉進到台灣 轉進明明都怕輸 落跑 落跑公轉進 美國那時候就說 我們實施跳島戰術 跳島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想打台灣 他們只敢空襲台灣 不想用最強的軍隊 來跟關東軍打 台灣還有高砂義勇軍 高砂義勇軍 就是剛剛那個地圖講的 一直都沒有辦法收復的地方 看那個賽德哥巴拉也不是都在講 奇怪那個小朋友 今天在屏東明夜在花蓮 怎麼可能 在山裡面跟猴子一樣跳下去 還向泰山盪來盪去 一下就盪到花蓮去 所以他說怎麼可能 所以那時候台灣有高砂義勇軍 有第十方面軍 有關東軍 最強的軍隊在這裡 所以美國決定跳島 跳過台灣 所以流氓島 中途島 直接跳到琉球 1945年的3月26號 我現在講的都在台灣戰爭史裡面 所以各位台灣戰爭史 現在已經出到第幾集了 各位知道嗎 有去後面看嗎 四集都買的舉手 下課等一下一定要買 你回去有很多時間可以看 我告訴各位 我們從以前在學 我們的老師在教我們 在各國上課 他們都告訴我們 一定要養成閱讀的習慣 你知道台灣一年出多少本書嗎 三萬本 你一天看十本才看得完 所以不要再花很多時間 晚上松下信之助 日本的精英之神 他說晚上七點到十點 是決定你的未來最好的時間 白天再上班 晚上七點到十點要做什麼 千萬不要看電視 不要看龍飛鳳舞 七點到十點 是你進修時間 如果你七點到十點真的很累 你可以早點睡早點起來 我都是早上起來 我們那個 很多同學都說我老人家 因為我都早晚四點就起來 早上四點我都很早睡 八九點我就睡了 真的假的 我就喜歡早睡早起 我覺得早上起來很安靜 我可以好好看書 我可以好好閱讀 因為你哪有時間看書 所以我逼我自己 我有訂書單 逼我自己一個禮拜看一本書 一年才多少 才也不夠五十幾本 所以我們看書的數量 遠遠不夠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新台灣論 台灣戰爭的四本先買回去看 你看了一遍都還不夠 台上三分鐘台下要十年功 如果各位要開始練習 很多時候都是今年累月 我相信日本養成這樣的好的道德跟習慣 也都是今年累月 日本有沒有瘋子 有啦 我們在路上有看到瘋子 日本人對待瘋子的態度也很有趣 就幾個年輕人過去還會跟那個瘋子握手 那瘋子在那邊大聲咆哮他們過去跟他握手 我們覺得很奇怪 我們台灣看到瘋子 避之唯恐不及 他們的瘋子也不會很暴力 在那邊罵罵罵罵罵 然後看到你握手 他也跟你握手 握完手再繼續罵 就握手 我們看起來就很好笑 我們那時候還想說 我們那時候穿著制服不太好意思 我們還想說 我們也過去跟他握手看看 看他會怎樣 你會覺得 每一個國家都有國家的民族性 我們以前本來就是這樣子 大家風衣足食 安居樂業 心裡面沒有恐懼 心裡面不會覺得說 我不信任政府 不信任法律 那為什麼台灣人會不信任中華民國政府 為什麼不信任中華民國法律 為什麼台灣人永遠講 中華民國的法律都在騙人 為什麼法律永遠都是給懂法律的人在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法律會鑽贏 他們的法律會鑽漏洞 他們的法律 我可以在這裡很清楚告訴各位 我有時候常常上課上到很晚 因為有時候學生跟我聊到很晚 我晚上回家 有的時候就會 自己也不好 就會 就是覺得 反正晚上紅燈緊攻參考 就會亂比較快 想趕快回家 他有一次被警察攔下來 你闖紅燈你知道嗎 我想說半夜他還那麼無聊在那邊闖 可是那表情就是告訴我 你闖紅燈你知道 他也沒有拿出來拿罰單出來 一直問我你闖紅燈你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 要罰兩千七你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 然後他一直看著我 也不開罰單 也不讓我走 我就拿出一千塊 我說你辛苦了去吃宵夜 他收了一千塊他就走了 他就擺明的 他擺明就不跟你 他也不跟你 他就跟你講說你闖紅燈你知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 一直問你你闖紅燈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 紅燈要罰多少錢 你知道 我說我知道 兩千七你知道 我說我知道 他就一直說 我就一直說我知道 他也說你知道 你知道你為什麼 還要闖紅燈什麼 就講一大堆這樣 就在那邊跟我拉雷 我本來想問他說 你要開罰單趕快開好不好 他也沒有打算要開罰單 開著警車攔我下來 等了大概五分鐘 我跟他擄了五分鐘 我想我那時候突然醒過來 你不是要開罰單 你是要紅包就對了 我就拿一千塊出來 當然也不能很明顯 我會夾著我的名片 我說謝謝你 如果有空我們喝茶聊天 下面就 他就拿著名片拿著一千塊拿來 他看了一下 下次小心一點 就讓我走了 那你怎麼會信任人民的保母 當然這有可能是特例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都這樣 酒駕也一樣 只要四下無人 你殺給他錢 他會跟你講要罰十幾萬 你知道 你殺給他錢就沒事 他們的薪水太少了 還是他們的民族性已經養成了 無傷不堅 無關不貪 每次講到這裡 就想要講到滿清 因為今天的時間的關係 先讓各位了解 你們回去 不是只有講師講的是三天 我們講的這些點點滴滴 都需要各位去自修 下次來再討論 回到州都有在法理討論的時間 每一個州現在每天都有活動 你如果真的有空 你如果有空 你就回去州裡面 你將來要面對的 你將來要面對的是 中華民國的成千上百的事務官 他們那些人 都還會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所以那些人到時候會一直反駁你 你如果不夠有堅定的立場 不夠相信 不夠專業 你很快就被他們說服了 就像曾生一樣 三人四虎 曾生的媽媽 曾生是一個很有名的學問家 她媽媽在家裡 在那邊織布好好的 有一個人 蔡吉他找一個人來說 你兒子太郎 她很鎮定的支部 我兒子不可能太郎 我兒子是一個學者 第二的人 我來說 我兒子太郎 你兒子太郎 不是我兒子 她就開始有一點錯 我兒子不可能太郎 第三的人來說 你兒子太郎 在哪裡快要出來 她兒子有沒有殺人 沒有 一樣道理 你們回到那裡 一千個事務官等著你 你去管理那個單位 一個人跟你講說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第二個跟你講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第三個講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你如果不夠清楚 不夠堅定 你說真的嗎 大家都說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那我是不是搞錯了 但是你如果夠清楚台灣的歷史 夠清楚 1830年 那個所有的 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戰爭史 開始遵守國際法 萬國公法 你就知道台灣 絕對不是中華民國的 你會有很多的論證 你有很多的舉例 就像我剛剛可以講 很多的故事 去跟他聊 那你希望你蓋的房子 你們現在蓋的房子 都是蓋給你的子孫的 不是嗎 你們現在教的這些 你希望你的子子孫孫 都了解真正台灣歷史 不是嗎 所以你在蓋的房子 是蓋給你子子孫孫要住的 你可以隨便蓋嗎 不可以吧 所以等一下下課還沒有買 你看他在後面很辛苦 三天 大家去捧個場 我不是在賣書 一定要去買 新台灣論台灣戰爭史 沒有下次記得錢要代購 下次總共要買五本書 要多少錢 五本要多少 蛤 對啊 三千 國家一本一千 四千塊 記得要代四千塊 四千塊 把你的房子蓋得很穩 把你的地基紮得很穩 讓你的房子可以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這樣會很貴嗎 一點都不貴 我告訴各位 我真的我自己的買書的錢 一個月 就超過一萬塊 買書 每個月在買書 真的 我們看完的書 我們覺得還不錯的就捐出去 就是透過這樣不斷的閱讀 不慣的練習 所以我老婆每天 你不要那麼愛買書 買書花很多錢 我說沒有關係 偶爾到後來他會看到 這些書我也喜歡看 所以我們家永遠都有新書可以看 這是一個習慣 我會告訴自己 像我們常常放假 我們家就這樣 我有六個女兒 大家聽我不要剩下 我真的我就帶著全家小朋友 一起到書店 我們全家八個人 一天就在那邊看個書 真的啊 這麼一片你啊 就是這樣子看書 兩人這樣閱讀的習慣 我最小的國小六年級 我已經快五十了 我已經快五十了 跟各位講一個 這是真的 因為我吃菜 吃菜一定會比較少年 孫寬比較好 我們再去日本啊 他們說 吃素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說 你知道人的腸子 其實跟牛跟羊的腸子是一樣的 那些老虎啊獅子啊這些吃肉 他們腸子是一根通到底的 你知道人的腸子裡面有氣勢 那些都累積毒素耶 你吃青菜 吃蔬果 比較暢通啦 所以這次我去跟一個 八十幾歲的爺爺住在一起 他說我好羨慕你喔 每天一大早起來 第一件事就去排便 因為我們都吃草吧 所以排便比較容易嘛 所以小時候 在鄉下你看的 和牛菜還沒很燥 不會啦 那吃粗的糠菜阿豬菜 都也很燥 臭的要死 這是真的有科學根據 慢慢上網去看 你去看那個 你打人類的腸子 你去看那個構造 科學根據就會告訴你 人類的腸子其實跟牛跟羊 跟那些吃素的動物 腸子是一模一樣的構造 他們的肉 他們的肉都吃菜 我們人 要跟動物一樣去吃 這個題外話 所以各位知道現在 到目前為止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舊金山和平條約 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Japanese Empire Suspend Suspend 是什麼 懸吊什麼 懸吊起來 他的Right Title跟Cram 日本天皇把他的權力 他的一切主張 他的所有名氣請求權 全部都暫時懸吊起來 有沒有指定任何收受國 沒有 為什麼不能指定收受國 來 為什麼台灣不能指定收受國 請問一下各位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1895年 中國訂了一個叫馬關條約 滿清皇帝陛下跟日本天皇陛下 訂了一個馬關條約對不對 我們應該講下關條約 因為日本來講是下關條約 好 訂立日本的下關條約 他們是把哪些領土 滿清永遠把哪些領土 割讓給日本天皇 遼東半島沒錯 遼東半島沒錯 還有咧 台灣還有咧 澎湖對不對 他把這些地方完全割讓給 日本天皇陛下 結果不到10天 又簽了一個遼南條約 遼南條約 遼南條約 遼南條約定義什麼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台灣跟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為什麼遼東半島要還給中國 為什麼台灣跟澎湖可以割讓 因為遼東半島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得割讓 所以你會看到 遼東半島 那個下關條約定完以後 馬上訂一個遼南條約對不對 後令押前令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台灣跟澎湖一樣是日本的 請問一下 下關條約之後 有沒有再訂一個條約 說把台灣跟澎湖還給中國 有嗎 沒有 有什麼宣言 有什麼 波赤膽宣言 什麼開羅宣言 有什麼那些宣言 請問一下 暫時的宣言 我在打仗 我是三軍統帥 我說我誓言要把台灣 光復還給中國 我說了算 要怎麼樣說了算 打完戰友要怎麼說了算 要不要訂立條約 你從看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戰敗之後 從頭到尾定了什麼一個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有沒有有一個新的條約 來壓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 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沒有說 他要把台灣割讓給誰 也沒有 所以台灣現在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各位很清楚 但是大家都不清楚 甚至有一學者專家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失效 請問他什麼時候失效的 他什麼時候有後令來押前令 都沒有 所以 口說無憑 這也很奇怪 那都是中國人教壞的 在日本做生意 以前 甚至中國以前都一樣 You have my word 美國也是這樣講 什麼叫做You have my word 我說了算 我講過了 我就會承認我說過的話 我不會跟你拐彎抹腳 我先跟你講說 這一桶 十年之內都賣給你一塊錢 我說了算 不會說過幾年齊貨可居 開始大漲價 不會 現在大家都訂條約 訂條約還有人不承認條約 不守條約 就像中華民國 你聽他的話 你看戰爭署裡面295篇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必修教材 在戰爭署裡面都有 你聽他的話 他說 你認同我中華民國 所以你就是中華民國的子民 你不聽他的話 怎樣 戰爭法 你不順從佔領地區的 佔領地區以佔領者為最高的意志 佔領者的意志為最高的意志 好 你不聽我的話 殺無色 所以你會看到228事件 我們年輕人 我們年輕人已經不太能夠體會 我們在去日本之前 都會聽過很多老前輩 他們在講228的生還者 他們講他們親自的 手背穿鐵釘 然後一個一個推下海 然後在警總的地下一樓 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警總的電梯只有 警備總司令部 他只有地下一樓 可是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每天晚上都有哀嚎的聲音 那是蔡財源 蔡老師 他親身在那裡 因為他被抓去嚴刑拷打 他就問那個守衛 為什麼你們只有地下一樓 為什麼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都有人在那邊哭 在那邊哀嚎 他說有啦 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走樓踢下去就看得到了 但是要走秘密通道 下面在幹嘛 下面就是你那些不聽話的台灣人 他們那些老兵在練手力 掐死一個五塊錢 掐死一個五塊錢 這是真的 掐死勒 棒水老 好啊 就這樣子 台灣人 比較有知識的分子 懂得去跟美國 去跟日本要求的 你們趕快 你們回來就別想活著回來 他用滅族性的行為 消滅我們的語言 消滅我們的文化 讓我們完全的認賊做父 甚至變成完全的 整個台灣都陷入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全世界最大的集體 集體症候群的地方 就在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出去講真話 我女兒真的到學校跟同學講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沒有光復節 每一個同學跟他講什麼 他一個人這樣講 四十幾個同學都跟他比這樣 說我女兒笑 我女兒就開始學會沉默 不講真話 因為他講真話 他會被同學笑 反正我女兒就特別熱衷 他從以前就問我說 我要投給馬英九 還是投給蔡英文 我說我都不投 因為他又不是我的總統 我幹嘛去選 我從以前我爸媽就這樣告訴我 所以他那時候也開始有 他開始跟他同學講 他去調查 我跟你講我們班 三十幾個人支持蔡英文 然後幾個人支持馬英九這樣 他就開始對這種心理 所以當他學會了我們的法理 開始跟同學講歷史的真相 告訴你十六世紀 日本人就先來台灣了 就先來治理我們台灣了 我逼笑 有的同學還兩隻手他逼這樣 他說寶寶我不想講 因為他們都不相信 當然 我說不要他們不相信 他爸媽都不相信 我們學的都是中國歷史 學都是中國的地理 都一直在騙你 給我的時間到幾點 兩點半 快結束了 你們快要下課了 真的在最後的時間 我希望以後我們有機會 常常在中央見面 五六日我幾乎都會在這裡 然後明天我就在台北周 歡迎也歡迎來台北周泡茶 我們今天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一直要求美軍 進來軍事佔領台灣 中華民國你們回到金門 馬祖平潭 福建平潭最近開辦很多 我有些朋友都去福建平潭看過 他們真的進步得很快 房子蓋得非常的快 而且都請台灣的中國人去那邊當官 真的 宋楚瑜也在那邊 跟號召中國第二代的 在台灣的年輕人 來這裡有房子可以領 你還如果不知道這個訊息 中國人不知道這個訊息 你就殉掉了 我們還幫他們宣傳 趕快去領 金門蓋了一個非常大的豪華的大樓 非常豪華的 他們都說要建立觀光旅館 其實去蓋的人都知道 那是中華民國行政長官公署 最近要在那裡成立這樣 他們都知道了 國民黨一些高官 他們都知道他們在撤退 他們又要轉進了 只有我們這些笨笨的台灣人 繼續繳稅金繼續當兵 都搞不清楚他們已經要撤退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親身在馬祖當兵 我自己親身經歷 我都知道說其實美國都在保護我們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好遇到 伊拉克跟科威特的戰爭 很清楚 美國第七艦隊隨時都在太平洋這附近待命 而且非常快的時間 可以快速機動去打擊中國大陸 他們說的策略也是 讓中國大陸這個共產黨不要出來到世界 而且很多的貨幣 看貨幣戰爭 最後推薦幾本書給各位 貨幣戰爭 東大爸爸交給我的日本禁代史 跟東大爸爸交給我的日本史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禁代史 跟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你們回去上網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再去看 再去review 很清楚知道說像這些我們都在做 我們一直在做 希望各位可以趕快加入我們 去年我們去了美國 去了日本 去日本兩次 去美國一次 今年又再繼續去日本 我們一直在做去讓國際上 讓他們更知道台灣民政府 讓他們知道 有一群生活在政治煉獄的人 台灣人 他們想要尋求正常的法理的管道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可以正常化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最後在這裡 拜託各位 我們一起一起努力 一起把中華民國趕快趕出台灣 這樣好不好 謝謝 各位同行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